時間八分鐘 師傅先請署長 好,來,快 M-Police 資訊室主任 委員好,有關於我們目前使用的這個M-Police 跟其他的國家來比較的話 美國目前是剛剛開始在試用 使用這個智慧型的手機 讓外型的遠景在用 因為他們是用比記型電腦比較多 那我們台灣已經用了這個六、七年 我們一開始是用比較重的工業規格 那現在我們也進步到用智慧型手機 用目前市場上的 意思就是說 美國用智慧型Smartphone的手機 來進行M-Police的這個功能 比我們台灣還落後 還要晚 還慢 那現在問題來了 涉及到這個人權隱私的 這個可能不當的影響部分 美國還沒用 美國最重視人權 對不對 所以他們如果有問題一定會 變化解出來 那我們台灣就直接比他領先在用 那有沒有這個人權侵犯的問題 包括隱私權 大家都不曉得 傻傻的 你拿著這樣照這樣照 那你如何內部管制 不該存檔的 等等 你怎麼這個處理 照這樣照 看到漂亮的把他照起來 看到人在這個戀愛 談生意把他照起來 會不會有這樣的後遺症啊 下委員報告 我們所有的資料都是存在 我們的後端的系統裡面 並沒有讓原警直接存在 他的那個手機裡面 好他手機不能存 在M-Police裡面不可以存 那手機不能存 手機要特別設計囉 我們M-Police有特別的安全的管制 我們要特別有一個安全的這個憑證 才能連到我們後端 現在把疑慮提出來 到底你整套的安全啊 相關的這問題啊 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助度 這要非常嚴謹啊 這要非常嚴謹 是 我們在我們這個 行動設備的運用 有一個管理的這個機制 我們都有定期在做集合 好 那你使用M-Police 這套系統到目前為止 你的績效如何 好 譬如說破案力提高多少啊 等等啊 或說這個犯罪的預防啊 做了哪些啊 有沒有這樣績效的一個檢討報告 目前我們M-Police 最主要的功能是在 查普逃犯跟查詢失竊車輛的部分 那績效都非常的好 那個我們失竊車輛的這個 查獲率是逐年的上升 而且現在失車 那逐年的上升有各種 各種可能的因素啊 那使用了這個M-Police系統 因素佔百分比多少 有些很認真啊 有些員警咧 他很認真啊 而且有一些他記憶力很好啊 他這個在某個地方 失缺 車子等等 他很認真 所以他個人的破案率就很高 他不見得跟人家使用這個M-Police的這個工具 報告 所以你要把這些因素排除啊 我們是直接後端系統 有記錄是 用這筆車號查到失竊車輛 我們才會統計成是我們M-Police 神不知鬼不解啊 其實咧 他車子開過去 哦 裡面有嫌疑分子在 在這個對話 聲聞啊 聲音啊 所以這一些哦 這個高科技造成的全民公敵的疑惑 你如何做內部的管理 做嚴謹的管控 不要被hike 被hike以後 你自己說不會用 別准幫你用 好人不會用 歹徒幫你用 那更嚴重了 你幫歹徒收集資料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所以啊 進步是很好啊 但是自己不夠能力來掌控 這些進步的 好 這些這些一個方式 使用的時候 你自己要 要 好 做 更多的 審慎的 一個處理 不是錢給你以後 以後後遺症 比正面的還多怎麼辦 這是一個議題啊 我現在是廣問討論啊 但是你深入研究以後就不一樣啊 你們有沒有進行研究 而且這個進行研究 要公正的 這個單位來幫你研究啊 不然你看 這個 尹二 楊三啊 好的一直講啊 壞的 這個 這個不要先楊出去 不要先楊出去 好 有這個問題喔 這都很正面的 科技進步以後 獨裁 在國家 專注體制 越來越 有控制人民的效率 不聲不響當中 讓你永遠起不了革命 讓你永遠呢 沒辦法進行民主改革 好 因為 你要發生的 在一個 大家都還不曉得說 他就把你 把你把它壓下去啊 好 如果今天 科技這麼進步 用在 這個美麗島事件之前 不會有美麗島事件啊 那些人早就被用各種方式把它 我把它分散掉 把它處理掉了 有些在學校教室就拿不到聘書了 等等等等啊 那時候我在上課 八台錄音機 我就 為什麼忽然間八台錄音機啊 我問了說 你們哪裡來的 他說 我來旁聽啊 老師的課很好啊 我說你哪裡來的 我說警官學校 你們警官學校對財經議題 這麼重視啊 警官學校來旁聽 這現在不用啊 現在不用來旁聽啊 講給你聽 台灣民主要深化 沒有那麼簡單啊 台灣沒辦法變成世界最進步的國家 台灣就會滅亡了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最強大的國家 所以你必須是最進步 才能夠以小博大 就這樣啊 用全民的力量 進步的力量 加起來才能夠抵制 抵抗 一個強大的 這個 這個侵犯的可能啊 這是這樣子哦 那現在最可貴的就是民主 民主最可貴的就是人權 對不對 這個議題哦 部長也好 那書長也好 要重視 要重視 做好事 不是只有 這樣大陸進步 拿來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子 是 因為沒有真正研究嘛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請葉宜金委員執行 時間八分鐘 先請部長 請前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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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